我们要透过PowerBI来做视觉化分析 所以第一件事情就要打开PowerBI 如何打开PowerBI在这里起始画面 所以请点这个叉叉就把它关掉了 接下来这个画面 这个你看到这个画面 就可以确定说我们已经开启了PowerBI 好这套软件 好功能区在这里功能区 再来左边有三个很重要 指示窗这一般工具的也没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画画视觉化图表的报告区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等一下你就会看到 很像以色谷的资料表 好第三个看这个图就知道 他就是建立关联 接下来这就是我们的仪表板 也就是我们画图的地方 这个区域 也就是一般视窗里面最大的工作区 再来他有三个很重要的重点 第一个是三选 第二个视觉效果 第三个蓝位 那你现在会说 他这他这为什么是这样呈现 我觉得都有他的道理 举例来说 我们现在有没有把数据取得进来 没有 所以他这边是缩小的 什么叫缩小 我可以打开给你看 我可以打开给你看 他没有数据 所以他就把蓝位缩小 你没有数据 所以能不能去做筛选 不行吗 所以他也把筛选 这个视窗缩小 可以哦 好 所以这都是有意义的 就是什么时候会打开 预设 预设 你没有数据的话 他蓝位缩起来 筛选缩起来 好提供给你们参考啰 所以你们大概知道 这是功能区 就到时候我可能会请你们找那功能相关的位置 再来一般工具列里面有三种模式 三种模式的切换 再来就是仪表板 另外有筛选 有蓝位名称 有视觉效果 视觉效果 下面应该叫 这边是视觉效果的种类 比如说直挑图 圆形图 折线图 就是视觉效果的种类 下面这边叫 视觉效果的设定 设定包含蓝位的设定 格式的设定 要做什么分析 好类似这些 所以 大概分成上面 上面 那你现在可能会有一个感觉 你觉得那个画图 画图 应该有很多种 可是他这边只放了大概30多种 好像感觉很少 对不对 其实他放了一个R就够了 因为R就是画图的工具 这几千万种图 已经都被人家画出来 放在网站上 你都可以拿过来应用 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外接R的原因 其实还有机器学习 机器学习也都用了Python 所以只能说提供给你参考 但是这边更多 更多 这点点点你们知道是更多的意思吗 其实他就希望说 你去微软公司的昏网下载 有听懂吗 就是这个点点点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点点点就更多 更多就希望说你去下载 好 那你必须要有 Office 365的一个账号 你就可以免费去下载 他放在网站上1000多种 1000多种 这边是40种好了 那网站上取得更多视觉效果 就是微软的官方网站 他的官方网站好像叫做那个 Office的VIZ 就是那个VIZ是画图的缩写 那很多图的那个缩写